相恋之后女人发现男友是有妇之夫提出分手 男友承诺离婚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了三年 三年的等待 两个孩子的诞生 女人没等来男友的离婚却等来了警方的调查 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 见不得光的婚姻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两个人既相爱又结婚 婚姻和爱情合二为一 这显然是幸福婚姻的标志 但是如果两个人有婚姻无爱情 那这种家庭就容易出现问题 我们今天要讲的案件 就是这样一个当事人婚内出轨的案件 而且还有了两个非婚僧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我就讲给您听 2015年的一天晚上 孙潇潇焦虑不堪地给周军发了一条短信 上面写道 我怀孕了怎么办 很快呀周军就回了短信 太好了 这是咱们爱的结晶 孙潇潇啊并不这么想 这个孩子我不想要 明天就去医院做流产 周军啊立刻发来微信劝阻 亲爱的 求求你 千万不要做流产 我明天上午就去见你 毫无疑问 这一番对话呀 显示孙潇潇和周军是一对恋人 但是为什么周军想要孩子 而孙潇潇不愿意要孩子呢 我们还要从他们的相识缩起 一年前 孙潇潇啊在一家奢侈品商店做营业员 周军前来购物 孙潇潇一看呢 这个周军年届中年 穿着讲究 就知道 他是一个有消费能力的买主 于是啊 孙潇潇就尽心竭力地 为他介绍适合的商品 孙潇潇的温柔 给周军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周军对他的服务非常满意 周军就主动加了孙潇潇的微信 从那以后 他们两个人就经常联系 两个人交往时间长了 孙潇潇知道周军是一个企业家 生意做得非常成功 对他也充满了崇拜之情 而周军在繁忙的生意之中 也希望能有一个温馨的红颜之己 所以他就频繁地约会孙潇潇 这两个互有好感的人 越走越近 男有情女有意 两人自然走到了一起 一天周军邀请孙潇潇吃饭 饭间喝了点酒 周军借着酒劲向孙潇潇表白 希望孙潇潇做他的女朋友 孙潇潇早知道周军对他有意 默默同意后 就询问起了周军的家庭情况 没想到周军回答的第一句话 就把孙潇潇气得离席而去 周军也很坦诚地说 他已经结婚了 儿子尚初中了 孙潇潇听了以后就表示 那我做人要有原则 我虽然很崇拜你 但是我不会介入你的婚姻 周军听了以后急忙表示 他和妻子的感情不好 两个人平时很少交流 孙潇潇说 不管怎么样 你们现在还是夫妻 我是不会和你好的 一天下午 周军又约孙潇潇去宾馆见面 说自己中午喝多了 孙潇潇犹豫了片刻 还是去了宾馆 进了房间以后 孙潇潇就给周军倒蜂蜜水 周军说自己胃不舒服 那孙潇潇就给他揉胸口 周军就拉着孙潇潇的手说 他已经跟妻子说好 离婚了 两个人下一周就去办手续 他一定要娶孙潇潇 孙潇潇知道他喝了酒了 他就问周军 你是酒后随便说说 还是真跟你老婆说好了 周军就拍着胸脯 郑重地说 如果我说假话 天打五雷轰 孙潇潇一听 他说得这么隆重 他就急忙用手捂住了周军的嘴 激动地说 我相信你 于是他们两个人成了情人 不久 孙潇潇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就是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 既然周军已经说跟妻子离婚了 那为什么孙潇潇仍然说 他不要这个孩子呢 原来啊 周军虽然说离婚 但是他一直没有去办离婚手续 因此孙潇潇在知道自己怀孕了以后 他才说他不想要这个孩子 第二天上午 周军果然急匆匆地来见孙潇潇 孙潇潇就哭着对周军说 你对我说你要离婚 现在你拖了这么长时间 我都已经怀孕了 你还没有离婚 你说你怎么办 周军就马上解释 我和我老婆已经商量好离婚了 但是现在不是办手续的时候 所以啊 一直没有去 孙潇潇就生气地问 现在不是办手续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是啊 周军说你不清楚啊 如果我们现在去办离婚手续 财产就要分给妻子一半 因此啊 我需要时间来处理财产 这也是为了咱们今后 共同生活着想 周军立刻表态 孩子你生下来 我一定负责到底 孙潇潇不甘心地说 我一个未婚姑娘 不明不白地生孩子 人家知道了 还不戳破我的脊梁骨 周军笑道 现在的人谁认识谁啊 你放心 我会抓紧时间去办离婚手续 他安抚孙潇潇 我会去你家求婚 然后咱们再举办婚礼 孩子绝对不会有一个隐形的爸爸 周军说的情真义切 孙潇潇被感动了 他认为 如果周军诚心欺骗自己 不想和自己结婚 那他也不会如此坚定地说 要留下这个孩子 并为这个孩子负责 想到这里 孙潇潇放下心来决定生下孩子 并憧憬着 不久的将来成为周太太 那么孙潇潇的梦想 真的能够实现吗 孙潇潇相信 周军能够兑现他的承诺 就按照周军的要求辞去了工作 而周军为了表现自己的爱意 他给孙潇潇买了一套商品房 登记在孙潇潇的名下 孙潇潇就高兴地住进去养胎 他觉得自己的婚姻 已经十拿九稳 他告诉父母 自己有了男朋友了 而且男朋友还给他买了房子 父母听了以后非常高兴 对没有见面的这个准女婿 心里是非常满意 在得知女儿怀孕了以后 他父母专程赶过来照看孙潇潇 但是 当他们看到女儿的男朋友周军之后 才发现 这个未来的女婿 竟然比他的女儿大十几岁 而且还是一个已婚男人 这老两口心里顿时就觉得有些不满 周军是一个企业家 他因为生意繁忙 只能隔三差五地过来看一看 偶尔在孙潇潇这儿过个夜 孙潇潇尽管想时刻和周军在一起 但是他知道周军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们今后的共同生活 所以孙潇潇于大局为重 他也不为难周军 更坚信自己对周军的选择 没有错误 孙潇潇的父母看到周军 总是来去匆匆 他母亲就有些担心地对孙潇潇说 周军到底能不能离婚 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才能举行婚礼 你总不能不出嫁就生孩子吧 孙潇潇知道 母亲的担心是为他好 所以他就逼着周军 给出具体的时间表 这周军就表示 这件事情我无法确定日期 因为离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我只能自己加快进度 这孙潇潇一听就生气了 那孩子咱们还是不要要了 说这样 孙潇潇就要去医院做银产手术 周军怎么拦都拦不住 他们到了医院以后 结果医生建议孙潇潇 你要慎重考虑 所以如果你银产了以后 你可能会存在在运的困难 加上周军在旁边一直求情 让他把孩子生下来 孙潇潇一想 如果以后周军和自己结婚了 但是自己又不能生孩子了 这怎么办 想到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 孙潇潇才不再坚持银产 周军看到孙潇潇这么任性 他就立刻确定了结婚的日期 并且带孙潇潇两个人到外地拍了婚纱照 预定了举办婚礼的酒店 孙潇潇的父母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也觉得周军确实是真想离婚 娶自己的女儿 时隔不久 周军就告诉孙潇潇 他已经和妻子两个人协议离婚了 但是财产的分割还没有结束 所以暂时还不能和孙潇潇 去办结婚登记 孙潇潇听了以后很高兴 他和父母就商量 既然周军已经和妻子离婚了 那他们的结婚手续早点办 还是晚点办 根本无所谓 可是为了避免孙潇潇的肚子太大 形象不好看 所以他们就商定 干脆还是先回老家举办婚礼 等周军这边把财产分割结束以后 孙潇潇再去和他去办登记结婚的手续 就这样 孙潇潇怀着孩子 回老家和周军举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 婚礼之后 孙潇潇执意去拜见公婆 周军这才说了实话 孙潇潇生下一死 眼看周军迟迟不离婚 孙潇潇将其赶出家门 孙潇潇本坚持与周军冷战到底 但一件突发事情 却立刻让孙潇潇改变了主意 见不得光的婚姻正在播出 举办了婚礼之后 孙潇潇就想去周军家拜见公婆 孙潇潇的父母也想去会会亲家 这个要求让周军为难了 他说现在还不能去 孙潇潇不解的问为什么 周军才不得不告诉孙潇潇 他和妻子并没有去办离婚登记的手续 因为妻子说如果要离婚的话 他就得净身出户 所以在这个时候 孙潇潇自然也不适合去见自己的父母 孙潇潇一听又生气了 你不是跟我说你和妻子已经离婚了吗 你这不是骗我吗 周军就辩解道 我没有骗你 我们是签了离婚协议 但是还没有去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 因为你父母急着举办婚礼 所以我没有把这个事情全部都告诉你们 但是我肯定会离婚的 周军只要一谈财产分割 孙潇潇就是再生气 他也在忍着 更何况现在是木已成舟 在老家婚礼都办了 你说你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了 经过十月怀胎 孙潇潇生下了一个儿子 周军高兴地说 现在自己是好事成双 他不但全程陪护孙潇潇 而且还在新生儿出生正名 父亲一栏中签了自己的名字 在儿子百日那天 周军设宴邀请了亲朋好友 当然没有请他自己的父母 也瞒住了和妻子有关系的人 在公众面前 周军以孙潇潇丈夫的名义亮了相 在孙潇潇看来 周军设宴邀请了亲朋好友 给儿子过百天 就相当于宣布了自己的地位 再加上近段时间 孙潇潇忙于照顾孩子 所以对周军办离婚的事情 也盯得没那么紧了 就这样 周军离婚的事又拖了一年 直到儿子一岁了 孙潇潇才再一次认真地 和周军谈起了他离婚的事情 孙潇潇觉得 确实不能再拖下去了 他就认真地问周军 你到底能不能离婚 周军就为难地告诉他 公司的股东为了生意稳定 都不同意他转让股份 再加上大儿子现在上初中了 如果自己和妻子离婚 肯定会影响大儿子的学习 所以他希望孙潇潇能够再等等 等儿子上了大学以后再说 毕竟 结婚证只是一个形式 共同生活才是实际 虽然周军很能说 孙潇潇一听啊 周军的意思是结不结婚 无所谓 他们只要自认识夫妻就可以了 孙潇潇心里就非常生气 他觉得周军一直在骗他 你是不是舍不得你老婆呀 要不我去你家去会会你老婆 周军就急忙阻拦 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你这样做只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 孙潇潇更生气了 你现在还在护着他 你以为我稀罕你那点东西啊 你给我离开 以后我再也不要见你了 说着他就上前去推周军 不管周军怎么样说好话 他硬是把周军推出了家门 周军在门外敲门 孙潇潇也不理他 周军打电话 孙潇潇不接 周军又发微信 孙潇潇索性把他的联系方式全部屏蔽了 那么这两个人难道就此就分手了吗 一天呢 老太太从外面购物回来 她迟疑地对孙潇潇说 我看见周军了 孙潇潇看了他母亲一眼 母亲又说 他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说着母亲从包里 拿出了一个绿皮本本 孙潇潇接过来一看 是一本商铺的所有权证 上面写着孙潇潇和儿子的名字 看到这么贵重的礼物 孙潇潇的父母啊 已经无话可讲 孙潇潇也明白 周军对自己是一往情深 但是商铺和房子跟周军的资产相比 那是九牛一毛 所以孙潇潇并不打算就这样原谅周军 他还想再僵持一段时间 逼着周军尽快去办离婚手续 因此他没有因为周军送了这么贵重的礼物而松口 但是孙潇潇的母亲已经被感动了 他经常把孙潇潇和儿子的情况向周军报告 并且也时常劝说自己的女儿耐心等等 之前一直坚定支持自己的母亲 现在已经站到了周军那边 孙潇潇变得有些孤立无援 但他实在不想再过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了 他要光明正大的成为周太太 可就在孙潇潇打算和周军冷战到底 逼起离婚的时候 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情 让他坚持不下去了 原来孙潇潇又怀孕了 周军得知以后喜出望外 多年来他父母就一直想要一个孙女 但是周军和妻子的感情不好 他妻子也不愿意再生孩子 孙潇潇的第一胎也是儿子 这次他怀孕 或许能实现父母抱孙女的愿望 在孙潇潇怀孕以后 因为他身边需要人照顾 所以周军就顺理成章 又走进了家门 他以丈夫的身份 陪着孙潇潇孕姐 经常购买孕妇的用品 快递到家 在十月怀胎之后 孙潇潇果然生下了一个女儿 周军又在女儿的出生证名上签字 并且在孩子摆天之后 带着孙潇潇和儿女一同回到了父母家 尽管周军回家前已经和父母说明了情况 但是孙潇潇和周军的父母见面以后 他们双方都感到有些尴尬 看到了可爱的孙子和孙女 周军父母脸上的表情 才逐渐变得柔和起来 周军的父母给孙潇潇和孩子 都准备了贵重的礼物 周军的母亲对孙潇潇说 因为周军还没有和妻子办离婚手续 按照道理我们不能接受你 但是这件事情 不怨你怨周军 再加上他们夫妻确实感情不好 早晚也得离婚 所以我们才接受了你 老太太实际上她没有讲 他们是因为儿子周军 才接受的孙潇潇 不管周军有多大的错误 毕竟她是他们的儿子 随着女儿的出生 孙潇潇和周军的关系 也慢慢缓和了 周军白天上班 下班以后她就到孙潇潇处 看望他们 而且一起吃晚饭 一起陪孩子玩 还给孩子办理了户口登记 为了体现自己的父亲责任 周军又给孙潇潇和女儿 买了一套商铺 孙潇潇慢慢适应了周军 带给她的生活方式 每天期待着周军下班以后 回家吃饭 以及和子女玩耍 一天下午 屋外响起了门铃声 孙潇潇看看时间还早 还想着 是不是周军提前回来 要带给孩子们惊喜啊 所以他就立刻对孩子们说 爸爸回来了 于是他带着两个欢呼雀跃的孩子 打开了家门 结果屋外并不是周军 而是两个穿制服的民警 民警在核对了孙潇潇的身份以后 让他到公安局去一趟 说有人控告他和周军重婚 三年了 孙潇潇没等来周军的离婚 却先等来了重婚的指控 公安局内 孙潇潇得知了一个令他无比伤心的事实 他一直被周军欺骗 这种情况下 一直等待周军离婚的孙潇潇 真的会涉嫌重婚罪吗 见不得光的婚姻正在播出 原来周军的妻子在他喝醉之后 通过他的手机 看到他和孙潇潇的聊天记录 以及子女的照片 由此发现了周军孙潇潇 重婚的犯罪事实 妻子虽然和周军感情不好 但是没有想到丈夫竟然背叛自己 在外边娶妻生子 而自己这么多年像傻子一样 被蒙在了鼓里 妻子忍无可忍 将周军和孙潇潇告到了公安局 周军和孙潇潇分别被传唤到案 周军供述了自己 瞒着妻子重婚的犯罪经过 周军和妻子结婚的时候 他是公司职员 妻子是事业编制的老师 因为妻子生性好强 女强男弱的这种婚姻生活 导致他们两个人摩擦逐渐的增多 周军不甘心替人打工 他和朋友一起辞职 开办了公司 而夫妻两个人的感情交流 也越来越少 甚至后来周军忙生意 两个人见面几乎就是吵架 要么连话都不说 以至于他们一度要离婚 考虑到孩子的健康成长 所以他们一直貌合神离的生活 没有办理离婚手续 由于周军一直没有和妻子离婚 所以他也不敢长期在孙潇潇处留宿 他担心自己彻夜不归 会引起妻子的怀疑 周军只能以每天晚上 自己加班为由去和孙潇潇约会 而妻子还以为 周军不管加班再晚 他都会回家 所以直到这一次在他喝醉酒之后 通过他的手机揭穿了他的伪装 原来长达三年的时间内 周军一直在欺骗孙潇潇 之前他说的已经跟妻子协议离婚 只是没办手续 妻子让他净身出户 以及为了财产 暂时不能离婚等等这些信息 全是周军编造的谎言 目的是拖住孙潇潇 现在事情败露 一只两边骗的周军和被周军哄着 生了两个孩子的孙潇潇 分别被传唤 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结局呢 那么周军这种偷偷摸摸和孙潇潇 在一起的行为是否构成了重婚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问题 下面一起来看一下 重婚罪 重婚罪的法律概念 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了 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 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 而与之结婚的行为 所以我们可以把重婚罪总结为六个字 叫做有配偶又结婚 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 有配偶而重婚的 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 而与之结婚的 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所谓有配偶 是指男人有妻 女人有夫 而且这种夫妻关系 未经法律程序解除 尚在存序期间 所谓明知他人有配偶 而与之结婚的是指 本人虽然没有配偶 但是明知对方有配偶 而故意与之结婚的 这里也包括登记结婚的 或者适时婚姻的 在重婚这个问题上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现象以外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 在1994年2月1日 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公布失事后 民法不再承认适时时婚姻 但是我国刑法 仍然承认适时时婚姻 并且追究 重婚罪的刑事责任 我们以法律规定 来衡量本案的事实 周军是有配偶 而与孙潇潇举办婚礼 并且他们自认夫妻 还连续生了两个孩子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 他是寻找加班的借口 偷偷摸摸地避开妻子 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 他的行为 同样构成了重婚罪 而孙潇潇 明知周军有配偶 他们两个人 同样以夫妻名义 共同生活 尽管他一直催着周军离婚 但是在周军未离婚的情况下 他和周军 共同生活 举办婚礼 并且养育孩子 也构成了重婚罪 公安机关呢 在本案侦查结束以后 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 以周军涉嫌重婚罪 提起了公诉 根据孙潇潇的犯罪情节 和他的认罪认罚态度 再结合孙潇潇两个孩子又小 离不开母亲的事实 检察机关呢 依法对孙潇潇 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最终 经过法院的审理 法院以重婚罪 判处周军 有期徒刑一年 周军服刑改造去了 他妻子起诉 与他离婚 而孙潇潇呢 已经认罪毁罪 他也知道自己的行为 给社会和家庭 都造成了危害 他悔恨自己 当初没有坚持原则 更恨周军 找各种理由 一直在欺骗自己 他带着儿女和父母 一起回了老家 以后啊 他只能靠父母的帮助 来抚养两个孩子 孙潇潇对于周军 在监狱里写出来的悔罪书 和他离婚以后 所谓的求婚信 一概都没有回复 周军在恶果酿成之后 再说什么 都没有用了 观众朋友 感情纠葛中 蕴藏着法律 周军以为爱不爱 是他自己的选择 大不了是个道德问题 岂不知 一旦被告上重婚罪 等待他的 就是法律的惩处 孙潇潇啊 一直希望周军 能够离婚娶自己 最终啊 他在期待当中 也丧失了原则 行为构成了犯罪 只不过因为认罪悔罪 犯罪情节显著轻微 没有被检察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这个污点将陪伴他一辈子 所以尽管人们常说 实色性也 但是也不可任意地放纵自己 因为在行为的尽头 等待你的就是法律的评价 好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妻子怀疑丈夫不忠 她让丈夫写下忠诚协议 如果离婚就得给她 一千万元的补偿金 另一起案件中 女孩婚前购买爱情保险 并与男友闪婚 合同到期前不离婚的 获得二点三万余元的保险金 为爱情上保险 就能锁住婚姻吗 这两份文书 是否都有法律效力 我为婚姻上保险 下期播出